各位同学好,我是李文老师,一位线上工作第三年的英文老师 教身大学今年迈向21年,我想能够在网路上将录音不断的介绍线上课程 大概人数非常的不多了,因为他需要一股热情做后盾 今天李文老师要讲解的这个是经济学院杂志Economist The Tragedy of Arab,这一期下面一篇文章 当然阿拉伯真的是一个动荡史 我们从茉莉革命一直到阿拉伯之村 一堆的问题到现在没有特别有改善的情况 在一个国家要领导人真是悲剧 伊拉克要一分为三的,变成三个独立的国家 好,今天我们要看到这篇文章在这一期 这一期是上个礼拜的,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后来出了新的一期 但是李文老师要挑一篇有趣的文章 跟我们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是绝对,大概至少有不少的比例 那经济学院杂志这个文章里面,李文老师每个礼拜讲解五篇 付费的人我寄到你的信箱 包含他的朗读MP3档案 他MP3档案,李文老师放在这啊 你有没有看到?我切回来啊 你看这是经济学院杂志这里面有都非常收录好的各种文章 那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叫做Tragedy of Arab 我再把这个荧幕的位置拉长,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李文老师会寄给你的文章 他的朗读档案,甚至中广有时候会有一些导读这些文章的大概内容 其中他们挑了一篇,我把它放在栏目底下叫International 而他这经济学院杂志为什么是很棒的杂志? 因为增加国际观就是靠他了 你看Leaders直接看中东这个礼拜最大的问题 美国自己的本身,北美南美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China,单独的栏目为Middle Eastern Africa,欧洲等等 今天我们要看是在英国下面这个叫International 有个叫Revenge Porn Revenge什么意思啊?报仇复仇 你要知道吗?如果你要考托福根多益,报仇有三个单子 但多益考的机率比较少,因为他是报仇嘛,对不对? Revenge,还有复仇者Avenge 还有一个单子呢,叫Retaliation 这是常看到的字,当然是我常看到,不像你们常看到 Porn这个才有意思呢,它叫做情色文学 Misery Merchant 不懂什么意思啊,Misery在英文叫悲惨 那你问老师是订户,所以我可以直接进来 他说的文章内容,看到各种的内容 你看到没有,非常的详细 叙述他什么发生什么情况 Leaders只告诉各位朋友们,这篇文章大干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Leaders的课程 他就在说,现在很多人会把前女友 那前女友啊,他就某些的愤怒原因 就把他的照片上传到了这个网站上面去 然后呢,甚至有才公布这女生的 她的前女友的电话号码 这工作的地点,你看这个非常狠不狠 整个毁灭的这些人 甚至这些人后来走向自杀意图 那林文老师要讲你这个叫Explicit Explicit这个什么意思啊 林文老师呢,电脑里面有很多的字典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Google里面呢 我们找了一个字典,叫做朗文字典 这个是开放式的 所以你点进来之后,你放Explicit 你会发现到,X在英文是往外 所以这个是有说清楚讲明白 你看这边Explicit in a way that is very clear and direct 不过最有趣的是在下面 这边有讲,他说一种语言,一种图片 然后呢,他是Explicit特别来描述 有情色的或暴力方面的 说清楚讲明白的 说更明确一点,就是比较曝露的意思了 你看这边另一句的电影 电影包含了有一些非常露骨的情色画面 好,这边有讲 Sexually Explicit Language,情感方面 情色方面比较露骨的用语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Explicit在这边 它指的并不是很单纯的清楚明白 它指的就是情色照片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边 所以,你会觉得它是我们生活周围会听到的事情 有人会放在无名相簿 有人会放在手机里 反正总之各种的录影拍下来 毕竟有某些知道或不知道 或前男友女友的 但现在很多的感情当中 打来为我去拍这些照片 重点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章里面学到不少的单子啊 又跟我们生活有关 台大历史系教授吕少就说的好 在生活上我们任何的东西 在能够就业赚钱就是两方面 一个叫需要,一个叫有用 因为我们社会上需要你有用这个技巧 所以能够就业活下来 那么学的英文 如果应用到生活上 这就变成我们就业的才华的一部分 我这样讲各位可以明白吧 所以李文老师现在简单的讲解 希望你能够订阅 当然李文老师要很多的网页 让各位可以去参观 李文的网页 李文老师的网页正常我都是用列在同样一个架构 叫林薇 ET 注意这个ET 他在英文的话指的是English teacher 不是彪报当的都教授 我只随便做个举例 你看RF16 在斜线 在这边会看到最近我上传的内容呢 讲到建筑 那这边就有列了历届试题 其实你看看文章不是坏事吗 那但是我也列大英百科 我是他的订户 那还有讲捷克 这是历届试题 那英文百宝像是说 李文老师目前呢 做的网页有什么你可以参考 很多内容可以参考 对不对 那还有再加上这边有世界的建筑 我就简单的做解释 哇这个图片好漂亮 我觉得我处理的好美啊 那这边可以看到各种内容 哇学习网页 就是我林薇老师最快乐的事情 那我的上课有讲说 我我练习用网页来制作东西 但我也找到一些解禁 那学生跑来 有一个学生跑来问我怎么解禁 我说我怎么会告诉你用什么解禁 商业机密啊 对不对 自己去找啊 然后自己去制作啊 同一都讲说你很厉害 我就费心思而已嘛 你看介绍 那这边是新闻 南韩有要做个硬心的摩天大楼呢 我也这是一个很小的功能 那就呈现它 还有历届试题出了好多93年94年101年 1994年各种的题目都介绍各种的建筑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学习 你不觉得效果很好吗 学到建筑叫architecture 再来有林文老师来讲解是不是更棒 对不对 我现在目前制作网页 等到我制作100个了 我零零星在开始补墙里面的影音讲解内容 你不觉得学英文 就从各种的角度来思考 那第15呢 我印象中没错的话 好像讲的是健康 我们看这第15 希望我讲的是健康 对没啊 没错 Alone and Healthy Life 一个长的有个健康的生活 这也是历届试题出现的位置 你看这边有没有看到历届试题 上面都有选项选单 那这告诉你林文老师 现场讲解的课程有泰杂志 有精力选杂志 这边有简单的影片介绍 还有声音档耶 你看到没有很方便 你点选他会给你出来的 给你介绍 这是林文老师 另外一个东西 英文百宝箱 上面是文章的内容 那更好更棒的功能 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功能是 你看本篇文章重要的单字解析 你点全部都出来了 很方便哈 我都还大放松 让你可以去copy呢 重点是 林文老师这么热衷做现场课程 请你投资你自己 也投资林文老师 对不对 对的事情 大家互相帮忙 而且这本来就是最对的 成为人才 要花时间的 成为林文老师订户 下面有英文 email地址 你去Google YouTube找到林文老师 发现很多的影片介绍内容 空中享会咯 拜拜